剛剛這個地方是要看這裡 這個裝飾性筆法好長 好長喔 這邊完全不見了 其實這裡感覺有從刻過 之前應該從這裡寫 後來覺得不夠長要補了 還有點痕跡 好 所以這個踏爾片竟然把他最重要的裝飾性的筆法 給消掉 可惜 這個裝飾性的筆法 可以為他增加一點阿諾多姿 那其他當然繼續硬挺 方硬挺進 但是這個肝字 如果讓我不解釋這個筆法為什麼這麼短 真的有點短 不過處這兩字看起來重心還是偏低 剛才 對不起 對不起 他是往上的不能抖一下 乾 燕 古代的燕 看起來有點麻煩 主要是這個 這個如果在這裡 真的要稱讚儲稅糧 因為舊布是非常難寫的 非常難寫的 歷史上在寫舊布的時候都喜歡用寫那個直畫的 因為那是好看又好寫 沒想到他直接挑戰高難度 就真的是不好寫 寫得漂亮 像他這麼漂亮還真的不太容易 安排 字就是靠安排 那這些偉大書法家在排字的時候 他的能力 遠遠在我們之上 所以他不管多難排的字 對他來講應該都沒什麼差別 哇這個點 弧度好大 所以這兩個點字不一樣 弧度 角度也都不一樣 好這個像以前的弧都喜歡把它分成兩段喔 像一個草布 好這個 雖然看起來有點模糊 還是要做出 他常用的那種 弧度啊角度啊粗細 還是要做到 弧 把 瘦筋的筆劃來了 瘦筋 瘦筋 然後這個瘦硬 把 這個 那倒是長得好奇怪 哎呀 點 這個把跟現在把不太一樣 差了一點點 瘦筋 這個瘦筋的瘦筋 瘦筋 這個瘦筋 在這邊他寫的 非常的高啊 高挑 長得非常的高啊 一般人大家會寫的比較短 長得好高 尤其上半段這個 長得太高了 這裡中的正常了 好這個過來以後逆回來 要晃就稍微晃一下 中暗有點粗細 再彈出去 瘦筋 圖 這個圖我就不太能接受 即使他大書法家也要給他唸一下 這裡為什麼一定要納呢 他秘密又可以寫點 其實上面 上面的瘦筋也是納 這個圖啊下面有個納 上面這個語照也寫成一個短 短點會比較好 寫點或短點會比較好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他竟然沒有改 來 其實這是第2詞出現了 在這字帖裡面已經有出現過 這裡有之前點過改過的痕跡 這裡還有一個納馬 啊真是 慘了齁 這兩個在一起 確實是有點問題 狼 狼 狼也是有問題 有時候 有些地方到底是寫的問題還是磕的問題 有時候很難確定 我說有問題的地方在這裡 這個下來對不對 這個在磕鐵上真的是斷的 這不是他踏的有問題 有時候他真的斷 照片上就真的斷 你也莫可奈何 他真的不會沒有臉 好 這種歪曲的弧度 儲水養做得最漂亮 沒有人可以做這麼漂亮彈性的字 加兩個筆畫讓他有點差距 狼 有時候